上帝的话语 还没有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 我跟你讲个小话 有一个 有一个小 小孩子 也不小了大概十多岁的 青少年人 他叫小明 有一天他到湖边 他就把面包丢在 他把面包丢在湖里面 在丢在湖里面的时候 忽然间有个仙女出现 有个女神出现就这样 他就问他说 你掉的 你刚才丢下去的面包 是金的面包 还是银的面包 还是普通的面包 然后小明就会拿到 是普通的面包 然后女神就说 哇你很诚实 我就把这三个面包都给了你 小明又拿三个面包 然后就把 普通就把 拿到三个面包 就丢在那 普通面包 就丢在湖里面 然后呢 你神呢 也很不耐 很不耐烦的说 你掉的面包 是金面包 还是银面包 还是普通面包 小明还是回答说 是普通面包 然后女神说 这三个包括银金 和普通面包都给了你 小明拿了面包之后 再一次又把普通面包 丢进去 那个湖里面 这时候女神很生气 你这个贪心的人 丢两次还不够吗 就是让你神经病 开始生气了 小明 就不输她 就骂回她 你神经病啊 我要把面包丢去湖里面 因为我们去帮助人 我们在做好事情啊 那是我们帮助 要帮助的贴切啊 有些人说 我都不需要你的帮助 我都没让你这样做哦 那我们就不好做好人了 ok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帮助人 要帮助的得和死 我就是 连续我上个礼拜讲的道 和那个西约的讲道叫基督的名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 承受更尊贵的名 承受更尊贵的名哦 刚才我们是有个testing 我们是看看 我们把这个灯光关掉之后 敬拜的感觉如何 母堂已经是开始这样做了 那这个这是有个 有个理由的 通常很多现在的家会 都把它的灯光 在敬拜的时候把它关掉 然后有一个眉光灯 我们这里没有啦 就是说过了年 我会做一些effect 看能不能转一些光 能够转比较 比较小的 比较弱的光 然后 这样的敬拜当中 当然不是知道那个气氛 不是知道你不要会 不要知道 因为在 在比较黑不打暗落的灯光下呢 我们比较容易释放 容易敬拜神 会受到其他人的干扰 你不会去看别人怎么样 你会很专注的去敬拜神 因为这样的严固 我们就把灯光把它弄给他没有去 刚才的效果觉得蛮不错的 我自己个人想觉得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感受很好 很专心的 专注的来敬拜神 所以过了年我们有 过了年我们有 会装修 给那些还没有 你已经没有听到的 我们 在建堂的当中 上个礼拜在分享之后 把这个信息我也放在如堂里面了 总共上个礼拜 总共筹到六百块 六百块的建堂基金 我们还少两千次 请你继续为这个建堂基金来祷告 如果你说牧师 我已经给了建堂基金 已经到三月已经完了 我要继续可以吗 你可以跟我拿表格 然后你就 铁一次过的 还是每个月 每个月分级付款的 因为经济不允许 我们会要建这个台 把这个关掉 然后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样的套信息 我两个装在这里 套在这里 然后我找两个sport 是那种的 霉光的 能够它能转颜色的 然后放一个 我们放主题在这里 新年性建立教会 就今年上帝给我们的主题 然后呢 液气啊什么 我们都会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台 我们就有台 能够降到 你看这里有台 可是没有用到 结果我们要站在这里 来降到 所以 我们要建议把它 把这个建立教会 把它弄成 比较像教会一样 人来了感觉 啊这是教会 走不是一个cloud ok 我们把慢慢的一起 步一步 跟我一起同心 把这个教会 建立起来 所以啊 整个过程呢 包括这个台 大概要六千 六千多 六千多块左右 今天我目前 我们抽到了 三千 三加六百 三千九 还差两千多块 所以你为这个 树木 在祷告 或者你有感动 请你同心和一跟我一起 建立这个教会 ok 啊 不是你给多少钱 来决定你 你是这里的会友 但是呢 我却能够看到 如果你 有参与 给 参与奉献的话 你就表明说 你跟牧师 站在一个阵线上 你是属于 性感的会友 你参与这个 谢谢你的 这个支援啊 ok 我们回到这个 这个课题 承受更尊贵的 你 我们讲到耶稣的名 上礼拜我们讲到耶稣的名 是蛮有能力的 总要在你生命当中 来 影响 然后我讲了这个道课 我有一些兄弟姐妹啊 他就practice 去自行把 把耶稣的名 用在他自己的生活上 然后自己经历的 好 我还没有讲上帝的 我去跟分享这个系列的时候 可能我 韦伦你可以要不要不要分享 见证一下 上个礼拜 你的经历 你来给你一点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嗨 早 就是这样 上个礼拜 在拜几 拜三 然后我做工了 有一点累 所以那时候是我的休息时间 所以我就 走去我旁边的那个 stores room里面 就 休息一下 那你知道 休息了的时候 忽然间 感觉到有东西压着我 可是我记得是 before 我休息的时候 我是开着灯的 但在压的时候呢 是看到东西很暗的 要起来又不能起来 要讲话又不能讲话 要动又不能动 所以没有紧张的东西 我只需要讲三个东西 三个字 那个东西就 不见了 我只需要讲 奉耶稣的名 这样 我就 突然间 醒起来了 这很奇妙的是 我讲完奉耶稣的名 我的电话的alarm 马上 响起来 就响到很大声 就是整个人就 这样就醒起来了 就很感谢神 就是给我知道 耶稣的名真的是很 有能力啊 谢谢 阿妹 我鼓励你 耶稣的名并不是 浪得虚名 耶稣的名并不只是 过在口中的一个普遍 耶稣的名必须跟你的生活 有切切的关系和经历 如果你敢敢相信 耶稣的名是属于你 耶稣的名能够发生 我要在你身上 任何神迹都会发生 我常常鼓励 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我常常挑战他 如果你认为这个是难事 你自己都办不到了 你喊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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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经历到耶稣 你就能够相信耶稣 更尊贵的名 我们来看 如果你有圣经打开 西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西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我用圣经和二本来读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育先知 第二节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育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成圣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第三节 他是神荣耀火化的光威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他洗尽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第四节 他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也超过天使 第五节 所有的天使神都从来对那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着那个说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第六节 再者 神只长者来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的死者都要拜他 我们来做个祷告 天父阿求主 你打开你的话语的奥义 让我们能够明白 让我们能够深深地去领会 和吸收 从你的话语中的心灵被建立起来 然后灵灵被建立起来 吃下天上的马拉 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和眼睛 能够听到看到 是我们受教的心 让我们明白更多 关于耶稣的名 感谢家妹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耶稣的名比一切天上地下的任何人更尊贵 因为耶稣的名承受比任何人 那从你看人类的历史当中 用人的名字而伟大有三个条件 你知道这个人为什么那么伟大 名字的伟大有三个条件 第一这个人的名字伟大 是因为他承受这个名字 比如说有一个王子 他天生他的父亲就是 他的父亲他的爸爸就是一个国王 所以他天生下来就是王族来的 王族的血统 所以他的名字比别人不一样 今天你还看到一样的 同样的你看到我们的最高元首的名字 也是很长很长很长的 有没有自己忘记他不知道名字了 他们名字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读过他说我忘记了 所以名字的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他承受了他的这个名分 第二一个人的名字不一样是因为他这一辈子有很大的成就 不过哥伦坡啦 我们有哥伦坡 哥伦坡我们有秦始王他的成就 非比所以他留下名流秦始 他名字也留下来了 人家都认识他 因为他一生的成就 第三就是他的名字名副其实 比如说如果我生一个女儿我叫他我叫他我给他名字叫美丽 他最好是美丽 如果他长得很丑就不名副其实了 对吗 哇真美丽 我姓真的真美丽 如果他真的不美丽就糟糕了 所以名字代表什么呢 名字代表他的这三个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历史上啊 任何人都有其中一个出名的人呢 有名字的人 第一他有承受他的家业 第二他的成就 第三名副其实的名字 可是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这三个条件都加在一个人身上 除了耶稣这个人 耶稣承受名字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第二他为我们成人类成就一个伟大的事情 为我们人人死掉 第三他的名字叫耶稣拯救者 是名副其实的拯救者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三个一起讲 我先讲一个承受更尊贵的名字 这名字是怎么样来的 耶稣承受这尊贵的名字是怎么样 怎样的呢 圣经刚才我们说 耶稣作为神的儿子 圣经说 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 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耶稣是神荣耀所化的光威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出万有 他洗净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自大者的右边 耶稣是 耶稣的出现在我们的当中 在这个世间呢 就是说神对我们说 所以他承受尊贵的名字 看见耶稣 简单的换句话说 你今天看见耶稣 你就是看见上帝的神 所以他是委任 被代表神的代表来到人的事情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关键问题是 耶稣几时承受更尊贵的名呢 几时 他不是来到这个世界 他不是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承受这个尊贵的名字 因为他没有来到这个世界 他的名字已经很尊贵 因为他是跟上帝在一起 圣父圣子圣灵 他已经用他的全能的命令 圣经说他用他的命令呢 托住万有 他也不是来到世界上之后 才承受这个名字 因为菲利比书第二章 第六节到第八节 他告诉我们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 以神为同等 强度的 反倒须己 取了母物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 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神的架上 这里说 他承受的名 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眼超天使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大哥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亲自生命 又指着大哥说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儿子 关键在这里 耶稣灵制 为什么那么尊贵的关键在这里 我今自生你 这个今自啊 是指哪一天呢 福年明 这个今自是指哪一天呢 然后我们还没有讲这个问题之间 我们看 生啊 在希腊言文叫做 一说 接生的意思 接生的意思 圣经讲我今自生你 这里指的是今自 是几时呢 是耶稣几时出生呢 很多人以为啊 耶稣的出生 不是耶稣诞生在马力潮 这个在马潮里面的 那个诞生哦 圣诞节啊 那个时候 不是的 神的儿子 当神不是 不是在他取下 人的样式 因为他和天父很早 很早就 过去 永恒里面 已经有存在了 我今自生你 上帝对着耶稣说 我今自生你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自生你 不是指着他取下 人的样式那一天 而是 护活生天的那一天 为什么耶稣要重生呢 因为耶稣背负 全世界所有人的罪 不仅那个 耶稣的那个时代 连来世也 胆胆的 耶稣在两千年前 那个整个时代的人 他单单 那个整个时代的人的罪 但是 接下来耶稣 之后的每一个时代 包括今天 他也担当了 我们一切的罪 因为 这样 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 他就以天父 而绝了 他 代替了我们 属灵的死亡 他的灵下的阴间 取代了我们 该死的位置 大家讲 耶稣代替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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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 我今日生理 如果你有圣经 你打开 西伯来书第五 第十章第五节 如果你看不到 你自己圣经看 这边 西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 他讲什么 很重要的一个经文 你看一下 所以基督来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神啊 祭物和礼物 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看到没有 耶稣的身体 是上帝预备了 然后呢 接下来的新 接下来的 经文呢 这个经文写出啊 十五行传第二章 第九节 第十章啊 对啊 不是 我没有写的 我没有写到 没关系 这个经文是在西伯来书 他说 神已经向我们 做儿女的饮念 叫耶稣复活了 正如诗篇第二篇上 记得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至圣灵 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他是引用 诗篇第二章的经文说 你是我的儿子 今至圣灵 原来今至圣灵啊 是跟耶稣的复活有关系 原来今天 在西伯来书讲的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至圣灵 不是讲到耶稣的诞生 而是讲到耶稣的复活 为什么耶稣复活 在用到耶稣的名字都重要 因为 如果上个礼拜 跟他们上课 他们也知道 全世界 全世界是公认的 圣灵没 全世界不管你是佛教徒 违教徒 基督教徒 还是其他道教徒 还是其他的宗教都好 都很清楚的一样的事情 世界上只有耶稣复活节 没有释迦摩尼佛 复活节 也没有 也没有摩哈摩德 复活节 唯有耶稣复活节 而且这个字只是 公定在你的 Glander里面的 耶稣复活 今天你 不管你 相不相信耶稣的 耶稣复活 是一个事实 从来没有讲是 摩哈摩德复活 佛祖复活 官公复活 大部公复活 但是有耶稣复活节 复活节呢 代表着这个人 这个神啊 你可以心靠这个神 和他的名字 因为阴间的全病 不能胜过他 他的生命 他代表我们 取代了我们 进入阴间去 战胜的死亡 战胜的阴间的全病 又复活了起来 为什么今天的耶稣的生命 耶稣的名字这么重要 耶稣名字那么能力 因为他代替了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代替了我们 在新布莱书 第二章第九节 叫做维度 维度 见那成为 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 荣耀的观为观点 叫他因着 神的恩贵 人人 残了死位 圣经讲 为什么耶稣的名字 这么尊贵 这么荣耀的 因为 他为了我们 人人 残了死位 肉体上的死 如果你今天犯罪 人家常常讲的 我是 我是 英雄 好汉 如果我做错事情 不是一命比一命 问题是 肉体上的死 不能救我们 耶稣为我们 成山的死 不是肉体上的死 而已 如果今天耶稣 定在十字架 为我们死 没有什么厉害的 问题是 耶稣为我们 死了 十字架 定在十字架上 之后 第三天 他复活了 这个整个动作 代表什么呢 这整个动作代表了 你和我 死的时候有盼望 我那天 在雅各的 上礼 在雅各的 那个 最初礼拜 包括他们 拿去火火的时候 那个火葬礼事的时候 我跟他 开玩笑说 以后我死的时候 也是这样 烧掉 可是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不用 浪费一个位置 装在 那个骨灰里面 然后就放一个地方 葬 葬人家的位置 你要的话 可以帮我做一样东西 这是我的遗愿 如果我死掉的话 把我的 骨灰 撒在大海就好 不要乱撒 会被捉 他们是有一个 一个方式的 就是 你用摆布包起来 你丢上去 它慢慢散散散就对了 是这样做的 记住了 但是如果你 不要这样做呢 还有一个方法就可以 你们每一个人 打一个小罐 然后呢 就把我的骨灰 装回去 然后 那个小罐里面 写着 这一个经文 我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 我的末了 开玩笑啊 OK 这是一个开玩笑 所以呢 耶稣 死了又复活了 因为 这复活代表 祂死不能 死亡不能 死亡不能 掌权他的生命 死亡不能 不能控制耶稣 今天我们信耶稣 为什么我们信耶稣 因为 我们 基督不怕死 基督也不怕死 之后 该 该 何去何从 死 是怎么样的 一个悲哀 你看 基督对死亡 对上你呢 是很 很开心的 很开心的 来来 请进来坐 进来坐 欢迎你 进来坐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了 圣经刚才我们说的 耶稣 从这里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什么呢 兄弟们 我们看到 耶稣呢 从死里复活呢 祂就是 我们所有基督徒 的代表 耶稣是第一位 成为重生的人 我们也需要重生嘛 信耶稣重生嘛 是吗 耶稣就代表了 所有的人类 做第一位 重生的人 为什么耶稣的灵魂 必须重生呢 因为呢 过去以来 这个神啊 三位一体的真神啊 从更古道 到耶稣来到的世界上的时候呢 是从来没有离开过的 包括 就算耶稣 便来到人世界 用人的身体来到这人世界 祂从来没有跟天父 离开过 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 常常跟天父沟通的 但是 耶稣在那一上啊 钉在死的架上的时候呢 祂背负了所有人的罪 所有人的罪都当当在祂的肩膀上的时候呢 直到一个圣洁的神 Imagine啊 想一想啊 一个从来没有犯罪圣洁的神 单单所有全世界的人的罪 在祂身上的时候呢 难怪耶稣在历史上 他讲到一句话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 为什么你离弃我 My God My God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为什么你离弃我 因为连圣洁的天父都不能 不能够看 这个耶稣的脸 因为祂充满着我们的罪 祂太递了我们 祂取代了我们 所以呢 我们看到耶稣的死 死亡真的很重要 因为祂战胜了死亡 能够有复活 我们来看最后几个 圣经中呢 有讲到死啊 不只是一次讲到死亡 死亡在圣经里面是有常常强调的 圣经的三分之一啊 都讲到死啊 哎呀我们不讲死啦 绑当啦 死啊不讲的啦 但是耶稣在圣经里面 要强调死亡 而且要我们认识死亡 让我们了解死亡 圣经里面有几个死亡啊 讲到死亡 第一 灵性的死亡 你的灵魂 拿完第二 就是肉体 的死亡 就是人的每一个人都会生老病死 OK 第三 你死了之后不要 不是哎呀我死了 一了白了 算了 圣经讲你死了之后 死后还会有什么 判他的业命 所以你看到没有 圣经给我们列下来 有几种的死亡 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看到灵性的死 灵性的死就是灵命 灵性的死就是灵命的道转 今天你认识耶稣 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呢 你的灵命就活了起来 今天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的灵命是当转的 灵性上的死 圣经讲告诉我们说呢 你们死在做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呢 我们的灵魂啊 灵命啊是死的 没有意义的 是好像行尸走路这样 你必须要有重生 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之后呢 你的生命才能够活过来 然后第二 圣经在创世纪的时候呢 上帝在人类海的跌倒的时候呢 给了一个第一个解例就是 只是分散的果树上的果子 你们不可吃 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事实上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亚冈和西洋王吃掉 分散的果树之后呢 他们有死吗 他们没有死 亚当才活到九百三十岁 原来这个死啊 不死是肉体上的死 这个死是灵魂的死 你的灵命死掉 以前啊 你能够 亚当的时候还没有跌倒 还没有罪 没有 没有 就是没有 跌倒 罪落的时候呢 他能够跟神 以神面对面的讲话 今天你看不到神 不是因为神没有存在 是因为你的罪生的缘故 是因为我们肉体是带着罪生 我们不能够直接看到上帝 今天耶稣在我们当中 在基督律的时候 他也在我们当中 圣灵在我们当中 为什么你看不到呢 因为你 你的身体 满坏了 因为犯罪 把我们跟上帝隔绝了 我们灵命死掉 我们对灵界的东西 不敏坦 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我常常强调 你可能在牧师里讲过了 你又讲 但是我告诉你 我还是强调 你活着的现在的世界是空虚 你活着的世界是暂时的 我做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还有 我帕鞭 我们还有会侠罗 那些比较长辈就明白我在讲什么 我们还有那个叫做 Embolium 今天还看到吗 Embolium没有在了 我们还有 CAPITAL SOTUSIEN也关掉了 看到没有 你这个肉体也能够看见的世界 它短暂的 二三十年就不见了 是吗 但是属灵的世界是永恒的 属灵的世界比我们物质的世界 更实在 更存在 很多事情的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 不是偶然而发生的 它跟属灵的灵界 跟属灵的世界有关系 所以兄姐妹 你必须要认清楚 你今天的灵命如何 如果你的灵命是死的 你完全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 你曾经有一个信徒 有一个导师跟我讲 牧师啊你为什么你每个礼拜来到教会都跟我讲 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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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的咧 我们要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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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是享乐的 特别讲属灵 属灵 属灵 我不要那么属灵可以吗 信业是不必要这么属灵的 我 我就跟他讲 你的整个人生 整个人生的成功和失败 不是你赚多少钱 或者你一辈子有多少的成就 而是你的灵命有没有活过来 如果你要灵命 你要属灵生命好 你整个生命就对了 你做任何东西都能够顺利了 很多人的那个持续当转的 做很多东西没损 赚很多钱的 职业都拼的 职业都开OD赚钱 可是他的口袋总是空空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口袋有动 这边不是真的有动 很多人是因为很多堪陶 不是儿子生病 又不是有人 又不是有车子坏掉 屋子漏洞 很多的 我们佛人讲的衰啊 我们佛人讲的假啊 都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不明白 我很努力赚钱 我又没有赌 又没有吹 也没有嫖 为什么一直没有钱的 这就是我们佛人讲的翻开飞 我们佛人讲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它的道理 是我们找不到那个原因 那根源来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呢 你的灵命必须要对 你的属灵生命必须要对 你所有的秩序就对了 如果你灵命不对 你的属灵生命空虚大反的话 难怪你遇到很多的麻烦的问题 今天的东西 很多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不是偶然 它是跟你的灵命有关系 然后 这就是这几个 然后 第三 圣经讲 更多后书第五章 二三二十一节说 神死那无罪的谁 耶稣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今天你不用先当干你的衰 你也不用当干你的你的假 因为你知道 上帝使那个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阿们 哈利路亚 你不用再担当了 你只要把你的心门打开 接受耶稣 然后信耶稣要跟从祂的话语 继续来活着祂的样子 样子出来 你的生命就改变了 难吗 那信耶稣是耶稣定下来啊 连三岁小孩子都能够做的事情 然后也说 五十度万一我信到耶稣 我的生命没有改变那怎么办 我还是意要犯罪怎么办 我还是讲骗话 还是我情敌怎么办 不用担心 这不是你该担心的事情来的 也不是我该担心的 你看我 很多人跟我那么久了 我有叫你不要赌博过吗 我有叫你不要讲骗话吗 我叫你不要去管你人吗 我从来不会跟你讲这样东西的 因为我相信一样东西 上帝的能力一定有的 如果我的讲道有能力 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 我不用去叫你 不可以打人 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赌博 不可以什么 不用的 你来教会上帝自然 你改变到你自己的不只能够 我以前啊 如果你得悟信耶稣是难的 我信耶稣应该很难 我这样背景 如果你都知道我的背景的人是 残黑社会赌博 我开声音啊 开讲话 第一句话一定问候人家主线三代的 如果没有问候人家主线三代很难讲话的 这是文化来的 我的文化来的 所以你想想看我来教会是多么难的 那个姐妹来跟姐妹来跟人讲话 弟兄来跟姐妹来讲话 啊 哈哈哈哈 你不敢讲话 但是我告诉你啊 上帝很奇妙的 我挑战上帝 我奉耶稣的名字 我十岁就开始抽援 不用教的 学坏不用教的 骗人 这个人啊 参那个人坏啊 会学坏 这是骗人的 坏不用学的 我自己去跑去那个mama store买香油 十岁就开始抽了 抽到十五岁 十五岁那一年了 我抽香油 是大包的两包 小包加一包 恐怖吗 恐怖 我每次都想要戒 但是不是戒 我跟我们说 戒 戒 越吃越多 越抽越多 OK啦 好啦 我就把难的给耶稣 我看着耶稣怎么搞定我 耶稣啊 如果你不要我相信你 OK啦 你把我香油戒掉啦 戒掉之后呢 我就信你了 我知道这个是难事的 我戒八次不能撑勾 这是第九次 耶稣你改变我的香油 我就相信你啊 我根本不相信 因为我知道这不能做的事情的 好了 不讲了这句话之后呢 我也不会祷告嘛 讲了这句话之后呢 我也没有刻意买香油放在我的面前 这样贪着 以前戒香烟是三天 我讲过这句话之后啊 我两个星期没有想到要去买香油 挖开什么 会藏起来啊 哎呀 这耶稣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过了两个星期 这个 这个 欲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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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灾啊 又来 然后说耶稣 我不会祷告嘛 说耶稣 如果你要给我看见你的话 你就去坐下去嘛 每一次阴眼来的时候 我又每次这样讲 今年信仰耶稣二十三年了 我一根香油都还没有抽到 没有 再回去回去抽 更奇妙的不是戒香炎 奇妙是我的脾气 以前我的脾气坏到不得了 我妈讲了两句不爽 我就把一只甲鸡回去了 脾气坏到半命了 粗话 骂的 是我是讲粗话 我是一流 我是专家的 骗你 但是我去了教会 我只是求耶稣改我的香烟 但是上帝给我bonus 我没有求的东西啊 我的脾气改变 我的粗话讲不出来 今天讲的是赞美耶稣的话 你看我 我跟那些外邦人啊 常常去跟光明开会啊 我很习惯跟那些没有信耶稣的 哈利路亚 阿们 他们看着我 他们没有这样习惯嘛 我跟没有信耶稣的讲哈利路亚 阿们 到最后啊 现在常常跟光明日报的同事开会啊 他们也习惯信 牧师啊 你没有做我开始的祷告 他们也跟着我开始的祷告 你们 没有信耶稣的人 这个影响立在哪里 这个影响就是在你生命 是我不故意做出来的 你的生命的改变是耶稣自然改变你的 所以你今天信耶稣 你的责任就是信耶稣 信了耶稣其他让耶稣来搞点 让耶稣为你烦恼 你的问题啊 你认为不能胜过的问题啊 担担的难处啊 让耶稣来给你担担 我们最后来看 灵性的死亡 灵性死亡包括什么呢 定义在哪里呢 第一 以神隔绝 失去交通的功能 今天你看不到神 你明明不能 哎呀 我不是不要信耶稣 如果耶稣出现在我面前啊 我就信啦 你不能 你再求一百次 耶稣也不可能出现在你面前 因为你的罪性 你的灵性死亡 你等神隔绝 你失去了功能的 失去交通的功能 第二 什么是灵性的死亡 被罪捆绑 灵力毫无自由 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 他们跟我讲 你们做基督很百般 做什么都不可以 我们没有信耶稣的人 要凑冤就凑冤 要玩女人就玩女人 多自由啊 那个年轻人跟我这样讲 我就说 你都会自由吗 自由的定义不是你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叫自由 而是你很想做 你能控制他不去做 这才是真自由 这才是真自由 如果你不能去控制的东西 叫混买 不要看女人 不要看女人眼睛去看 这叫混买 当然看女人没有错啦 看女人犯罪才错啦 OK 你不能控制的 这样不是自由 叫混买 你生病必须要得到自由 真的自由 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 不要被罪的混买 第三 充满撒旦的本性 没有神的性情 我敢讲 我不讲别人连合 我讲到得罪人家 我讲我自己 我看不见我自己的生命 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这生命正好像禽兽的不如 我不懂得爱惜我的妈妈 我不懂得孝顺 我不懂得很多的东西 但是我信了耶稣的时候 我开始 越来越感觉到比较像人一样 越来越懂得有神的心情 因为我灵性活过来 我知道什么叫 基督教不是尽量做好事做好人 然后做一个有道德的生活 不是这么样的 基督教信仰是让你得到丰盛的生命 能够让你能够去体会人生的意义 能够做一个比较人该的责任 今天我养一只狗 很可爱 它跑来跑去 它跟我满家 很可爱 很可爱 但是呢 如果外面有人来的时候 它连飞都不会飞 它跑过去那个 进贼的还跟那个贼咬尾巴 然后跟那个贼玩 这个狗已经失去他们的功能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们失去要做人的功能 当然基督教不是叫你如何在做好 而是你的生命的功能 所以 耶稣的名 承受更尊贵的名 因为 我上帝把它生出来 生出来不是因为他的降神 而是耶稣重新复活的时候呢 他的名字就更尊贵了 因为他战胜了死亡 战胜了民间 第二 今天耶稣的名字尊贵 他代替了我们死 该死的本来是我们的 但是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且定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担当所有的罪孽 第三 灵性的死亡 他不只是战胜了灵性的死亡 代替我们灵性的死亡 而把我们从灵性的死亡救了出来 使到我们能够在灵性里面得到复活 阿们 让我们来做个掌声